Random Talk 嗨 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亨利一鋒的Random Talk時間 現在已經很晚了 時間大概已經11點左右 那就... 廢話不多說就馬上開始 今天我們想要聊個東西 因為之前有聽到一些觀眾朋友們 他們會覺得說上一部片子就是不覺之路 拍得有點長 所以說我希望能在未來呢 我們能談的東西的時候呢 能再更精煉一點 或者是說我把一個很長的東西把它切分成好幾份 然後以不同的主題去談 好 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跟介紹的一本書 不是電影 這本書叫做耶路撒冷 看得不是很清楚 這本書其實我非常喜歡 然後我現在在看他第二次 就是第二次在讀他 我讀他的過程其實很有趣 我是斷斷續續的在我每天通勤的時候 因為我每天通勤到公司 需要大概1.5小時的時間 在我公車上或捷運上班們把它看完的 然後他可以說是我這幾年來就是 讀到最讓我覺得 這個以大陸用語來講 他就是一個走心的一個小說 因為剛好他也是一個大陸的作家寫的 就是他叫徐澤成 然後他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小說家 1978年生的 他現在大概是30幾歲左右 嗯 那為什麼我會喜歡這本小說呢 其實是 應該是說 從大三大四的時候 就是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 我就已經慢慢地開始去觀察 就是 或是讀一些 大陸人寫的小說 然後我會發現說 其實 就我自己過去的讀書的 或讀小說 或讀故事的一個 脈絡裡面呢 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是一開始 可能跟大家一樣 我都是很喜歡讀翻譯小說 就是翻譯小說 就是很吃劇情 然後非常的 刺激 曲折 然後高潮的野起 然後大學的時候 慢慢開始接觸一些 台灣的人寫 小說作品 像洛宜君啊 陳雪 或是張納春等等 然後發現說他們其實 對於文字的一些經驗 其實也是非常的在行 然後大三大四的時候 到 甚至到現在 就是出社會 看到這本《耶路撒冷》 我就覺得說 好像有一種 一個視野 或是一個 沒有被滿足的一個情緒 又突然被 滿足的感覺 像說其實大陸人寫的小說啊 很有趣的事情是 他們非常的 誠實吧 或是說他們非常的真誠 或是說他們非常的自然 就是 不同於翻譯小說 或是台灣小說 就是 他們可能 他們用的字 或詞 其實是非常的 或許可以是說 直白 或是也可以說 偶爾是粗野的 或者是生猛的 他們常常會把一個 很 真實的事情 或故事 或是 你一個完全不想 意想不到發生的事情 就把它 非常直白 非常 清楚 明瞭的把它 寫在 小說裡面 然後把它 一下子的就把你 非常快速的 灌在你的腦海裡面 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大陸小說家 非常厲害的地方 另外一個地方是說 看了這本小說啊 或是看大陸的 所有其他小說 會覺得說 中國這麼大 很多事情在發生 常會發現說 台灣的小說家 在關注的議題 跟大陸小說家 關注的議題其實是 更有一個明顯的差距的 就是大陸小說家 他們可能 在寫一個角色 或寫一個人 或寫一些事件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種 把這樣的一個 硬幣 或是一顆大石頭 投到一個時代的水裡面 然後激起了很大的涟漪 去做一個反響 會覺得說 原來 在這樣的一個大時代 大的空間的裡面 這件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就很 真實 很寫實 也很殘忍 就會覺得說 哇 就撇出那些 可能小清新啊 很文青 小確幸的一些 言語 或字詞 原來他們可以寫得這麼猛 然後這麼去打動人心的一個作品 像其實這部 這部作品啊 《耶路撒冷》 它其實是在講述 一群就是 七零後吧 算我是八零後了 就是 年齡不太一樣的一個 一群年輕人 他們離開他們的家鄉 到北京 去看這個世界 它第一章的一個 一個脈絡 就是圍繞在 主角 他歸鄉 然後他發現 他過去的一個 離開家鄉去北京的行動 是一個到世界的一個用法 就會覺得說 哇 原來就是淮海 就是 呃 故事中 主角們的一個 一個家鄉 跟北京 這樣的一個差距 竟然是如此的大 就想當年就是我從高雄到台北 台北上學 讀大學 然後現在在台北電影局上班 也會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變遷好像其實沒什麼 可是你當你讀完這部小說說 會發現說 哇 這個作家他把這樣的一個城鄉 就是一群人 想要非也四的離開家鄉這件事情 在中國這樣的一個大的 無限廣大的空間裡面把它放大 然後去加強他的一個 生離跟死別 會覺得說 哇 原來他是這麼去寫 這個世代的人 所碰到的一些命題 包括可能歸鄉 離鄉 或是回憶 或是他們的 對於生活漂泊的一種態度 就覺得好像 這本小說都碰觸到了 非常的有趣 嗯 可能今天就是聊了一些很 空泛的字 字眼 就是聊這本小說 跟我聊為什麼我喜歡中國的小說 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這是一個有趣的開頭 是因為 可能台灣的讀者 可能不會不常接觸到 就是大陸的小說 不知道大陸小說到底是 已經進步到 或是已經 繁複到 緩慢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希望就是 我們可以一起開這樣的一個 還蠻有趣的 或是蠻空泛 或是蠻白目的頭 然後 接下來可能我還會想要花 就是一兩集的時間 去慢慢介紹這本 耶路撒冷 它裡面為什麼叫耶路撒冷 它想要怎麼去 剖開就是70年代的 70後的這樣的一個世代 還有就是我們在大都市裡面 成長或是生活的一種孤獨感 還有一個我們就是 在地跟全球化 這樣的一個對抗 或是 折合 衝突的一個現象 然後也可以慢慢去討論角色 這裡面講每個角色都非常非常有趣 非常的迷人 嗯 好 不過現在也時間也不早了 所以說呢 就是 今天的討論就到這邊 然後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開始 就是去看這本耶路撒冷 也希望大家呢 也跟我一起喜歡 就是中國大陸的小說作品 好 那今天的 亨利鳳的認真話 關於就是 我喜歡小說跟Youtan這件事情 這本書 就到這裡了 好 那就謝謝大家 掰掰